一名檢察官表示 意大利政客是星期日在羅馬發生的槍擊案 導致兩名警察受傷的槍手預定目標 攻擊事件發生在萊塔總理和他的內閣宣誓就職的總統辦公室外大約一公里 兩名受傷的警員沒有生命危險 但其中一個是槍傷了頸部 目前仍然情況嚴重 警方在槍擊案發生很短時間已經逮捕犯罪的嫌疑人 意大利副總理兼內政部部長安克里諾阿爾法諾表示 他相信這次的襲擊是個別事件 阿爾法諾說開槍的是一名49歲的失業男子 他在被逮捕後就已經立即表示他想是自殺